嗨的我都想把我剪腳的身份證拿出來看 到底是誰打出的 那是台灣的喔 我們沒靠近什麼 韓國大陸 大陸的啦 你叫陸的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救 今天我們邀請到 陸沛心瑤 然後上我們節目 已經取得台灣身份了嘛 有有有 因為我們主頻道是在講這個 兩岸時事嘛 那我們今天副頻道 不聊時事 我們來聊兩岸用語 那其實兩岸用語啊 蠻多YouTube有拍過 那我們今天有特別挑一些 可能真的平常不太常見的這種字 然後我們來猜一下 到底我猜不猜得中 這個兩岸用語 台灣的話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們現在馬上進入第一題 我們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今天邀請到這個大搖來 因為他在台灣其實住了十幾年 然後他又有在大陸生活的經驗 有些詞彙呢 可能他可以幫我們解答 那他自己都知道答案了 我們再請他來 沒有 這也是一定我會忘記 我在台灣時間長了 我根本就會忘記大陸是怎麼說的 你在台灣生活多久了 十二年 那算蠻久的 對啊 好 其實特別去學了北京話 我今天用北京話出題給你 好的 沒問題 一級 雞舌果 這不是我家的 我們來聽一下這個正常的發音 一級雞舌果 差太多了吧 比念一次啊 不會啊 重點是那個字如果單獨挑出來 你會認識它嗎 屎啊 我不認識 我不認識這個字 簡體字不是這樣寫嗎 還是 很少會用到耶 所以你們是弄另外一個字是嗎 對 而且我不知道這是啥 沒聽過 所以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這是大陸的詞彙 這是大陸詞 所以我們要怎麼猜 吃的 我再給你們提示 你們往水果幫你去猜 它是水果啊 是 我以為是什麼開心果之類的 你趕快寫人家都做啥 對不要 這個如果你要是不配水 真的會把你噎死 水果要配水 我覺得是這個 天啊我不知道耶 再一個提示了 它是什麼水分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 你是不是偷偷去想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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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扭一下 這個是不是很乾 台灣好像不會這樣子講 台灣的我知道 台灣還有另一種叫法 有什麼水果是乾的 我好像沒吃過耶 再給你一點提示 好 綠色的 蛤 綠色的 它外皮是綠色的 油脂 放棄啦 不知道 我覺得我這個是對的 但它一說顏色 我開始質疑我自己 你知道這個嗎 正確答案是 拔樂 大陸叫番石流 這個我就知道了 你這個是哪一個省的用語 對 廣東話的時候叫基石果 它寫的是對 雞的石的果 那你知道為什麼它叫基石果嗎 是因為一開始 其實廣東人很不喜歡它的味道 覺得說它有那個像基石味 所以它後來才叫基石果 它其實也可以叫番石流 那台灣叫巴勒 所以我這個不對 那你知道什麼叫蛋黃果嗎 不知道耶 就是黃色的啊 很乾啊 那個要跟奶昔一起打著吃啊 雞蛋果也叫蛋黃果啦 台灣有 有啦 我就是在台灣吃的 那個後製麻煩上一下這個東西 好 這題你們兩個都沒對哦 我覺得是你的問題 我覺得是你的問題 不要一直 大陸都叫翻石流 要基石果 好 來吧 再來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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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你字寫錯了啦 沒有 就是團體字這樣寫 那它的簡體是什麼 簡體啊 我告訴你你你不知道 簡體就是簡體啊 我要揍你了 我覺得你寫錯去 沒有 別質疑我 你們兩個不會質疑你了 扣心水啊 在那邊生活的人都質疑你了 你要扣心水 扣票 我把簡體字講出來其實就是答案 因為大陸的用法不一樣 我覺得如果我這個要是不對的話 就它的問題 它是那個 比較像是跟化學有關的東西 做一些檢查 醫療上需要這個東西 好 來 請翻版 關片 CT 然後這個是錯的 我以為你是這個圖物 圖紙的圖物 這個呢在大陸叫抹片 圖解抹片 圖解抹片 還有沒有子宮的人 你出這個 所以是什麼 抹片 我們兩個都沒猜對啊 不像有抹片去檢查嗎 它其實就是 圖有化驗物質的 顯微鏡帶波片 你剛才這兩個都是大陸詞語的嗎 台灣叫抹片 大陸叫圖片 不要懷疑我是不是大陸人 還是質疑的 太難了 真的太難了 你們不要再放任了 來有一集真的特別簡單 大陸的丁克卓 在台灣叫什麼 是不是頂克的意思 就是丁克啦 你問我嗎 你問我 他可以這樣跟我講答案嗎 你問那個攝影師吧 你問我 好那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發表對了 為什麼啊 頂克卓才是對 台灣叫頂克卓 它那個字寫錯了 是指 這樣不是這個課 是沒錯 我跟你們講 我這個是拿來找的 你知道嗎 教育部 國語詞點 兩岸認識 官方認證的 哪一個 哪一個教育部啊 哪一個的教育部 旁邊附近那個教育部啊 那你應該要找 另外一邊的教育部 才比較對 這樣子 嗯 你看這一段 這一題也要算它對啦 對 它那個 它意思對就對 我們大陸就叫丁克啊 對啊 對啊 好啦 幫你們解釋一下好不好 1950年代的時候 歐美有這個詞彙 它大概1980年代的時候傳到亞洲 翻譯就是從D.I.N.K來的 Due Incolonial Peace 你壓力好燙 我記得我不是大陸人 我還在質疑我自己 完蛋了 這偽大陸 跟偽台灣 你牽手移民去嗎 好 我們去美國好了 大肢體 小粉紅 這個 這個有什麼 兩岸都叫一樣的啊 都叫小粉紅啊 那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句嗎 其實 大洋以前是小粉紅 那全世界都知道 這個知道 你要不要說一下就是 你怎麼從小粉紅轉化 看89 我當初 你是在錄節目所以這樣講 不是 他當初是我最討厭的人 你知道嗎 他在螢幕裡面罵小粉紅 我叫外面罵他 我罵他罵了大概有兩三個月 後來我可以就是 跳出我的身份去看你 以前就是我覺得 你就是在說我 後來就是 我覺得他說的 我不認同他說的話 因為我的思想還是粉紅思想 但是我不認同他說的話 但是我可以接受 你有這種聲音在 就是跟我不同的 嗯 怎麼變兩岸時重 哈哈哈哈 所以我跟妳說 我出這一題喔 然後把你邀請來一個 就是希望說 你現場你就可以打他了 就是你自己想打 對 不是啦 那麼多小粉紅在網路上舉報 我是在他們那邊的公安局舉報我 以前的一個小粉紅 真的過來抓我了 不過他現在已經不是了 所以非常可惜 各位粉紅們 如果你們有這個 在日本留學 在美國留學 你們現在台灣開放了 趕快來抓我 我在台北等你們 好 下一題吧 跳閘 這我知道 我知道 你們都知道 我說這個 只代表我們彰化大村的說法 如果你寫宜蘭 那個花蓮的跟我沒關係 我們大村是這樣子說的 我寫圓領的啦 好不好 來分白 如果電跳電 兩個都會啦 對吧 那你們知道他為什麼會叫這個原因吧 跳閘 我們大陸管那個叫閘 因為以前那個 你們終於沒有在批評評審 這題是給過的 來 下一題 這個就簡單嘛 奧梨 我離他遠一點他不知道 等等等等 妳再講一次 奧梨 不是每個字都是耳化音 惡梨 妳的舌頭是燙傷是不是 好 它是什麼水果 水果 我知道這個 但是我突然之間卡殼 打算吧 牛油果 水梨 是酪梨 等一下為什麼它叫惡 因為它的外型的外型 那大陸其實有叫它牛油果 有叫油梨 也有叫黃油 或是雞食果這樣 不要再激濕我了 激濕味道的 激濕水果 再來用下一題 西加水 這個是美妝用 這個塗臉上會怎麼樣 塗臉上會不會死 你就灰肉 它其實帶有一點酸鹹 那我知道了 來 翻白 對啦 對啊 激光水 激光水 再來下一題 蛋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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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的方法去想 你看它有什麼字 它有蛋啊 所以你往那個方法去猜 蛋它也有羹 所以我要往蛋去想 還是往羹去想 你往蛋去想 比較容易 那不就一樣 別再偷看答答答了 你們是競爭關係 好 翻白 雞蛋羹對了 答案是茶碗煎 台灣叫茶碗煎 大部分就叫雞蛋羹嗎 因為你要猜台灣羹 喔 對 對對齁 也就叫你對啦 那我問你的蛋羹好不好 鮮蛋去殼打成石狀 我會做那個 我也會 那個蠻簡單的 我想知道嗎 語言會很兇耶 它就這樣 我們都欺負老闆了 真的 所以現在是幾比幾 你有在算嗎 有啊 你目前輸 大概有1 1 2 我幫你看看 你根本沒在記對不對 我有 你別這樣 我就很認真在工作 第一題你們兩個都錯 第二題兩個都錯 第三題兩個都對 他現在才開始記 第六題你錯 然後第八題你也錯 所以你現在錯兩題 所以你現在是幾比幾他 他拿起錯了兩題 沒有 好啦幾比幾等一下啦 5比4 啥可能 我有猜對那麼多嗎 聽客族也對了 跳渣也對了 西加水也對啦 這不是三個題啊 我對不起 來吧 我看我一個人要做很多事 你不要對我這麼那個啦 歐羅 人民還是 國家或者地區 看三個人 但是我們大陸不這樣叫 他亂查 他那個絕對是盜版 教育部 國語 不要再質疑教育部 絕對是盜版教育部 它是一個B級 我知道了 但是那個也不是叫歐羅 你們不要再質疑教育部了 百分百 兩個都對了 我本來寫歐洲你知道嗎 看一說錢我才改歐元 不然叫什麼 就歐元 歐元啊 台灣叫歐元 大陸 但也不叫歐元啊 大陸也叫歐元 大陸也叫歐元嗎 對啊 教育部說叫歐元 來 現在幾二 歐標 它是電腦領域 跟電腦相關 零件 配件 所以它不是軟體 你也不能說硬體啦 就是你用電腦的時候 一定會出現這個東西 完蛋了 那個字好難寫 來 翻拔 指標這個 你錯了 你不是說硬體吧 我說你用電腦一定能到 郵標是軟體 是在電腦系統裡面的 我錯了 這不是你的錯 我跟你講他這個 你問十個大陸人 十個不知道是什麼 好 來 接線拔 好 它是什麼 你寫它 我猜不出來 我猜不出來 它是什麼 接線拔 延長線 台灣的延長線 就是電線板嘛 也算啦 但是你這個是騙大陸的五個 然後寫台灣的 我錯亂了 原來是你寫大陸的 然後我寫台灣的是嗎 對啊 所以你剛剛從 沒有搞清楚 不要這樣子 我錄得這麼久 它是第二個 它是第二個跟我一樣的人 錄到一半還知道今天要幹嘛 我不知道 為什麼 你剛剛前面都沒有搞懂 我們在幹嘛 沒有 我剛開始是 因為你寫那個不是我們大陸 用語 有很多什麼基石文 我沒聽過 我以為你讓我寫大陸的 好 你自然反應大陸的 對 所以你是寫哪一個 日本的 我是大陸的 大陸的 那他也是 那所以你是寫哪一國 韓國的還是日本的 大陸的 你叫陸的吧 我們要科普插頭 來吧 就是接線板它是插座嘛 它有帶電源線跟插頭 可以移動很多孔的插頭 因為它是 延長線 看起來像一個板子嘛 對 所以大陸叫接線板 要寫台灣的 我們沒靠進入狀況 都快錄完了嗎 玩過進入狀況 我們剩四集 你才進入狀況 不好意思 來 來下一題 腳手架 確定有這個用嗎 所以它是用幹嘛 它其實有點像 延食性的建築工具 建築 不是自拍歌 建築 建築性的工具 它可以走 施工人員常常會站在上面施工 站在上面 來 觀眾朋友你們知道嗎 我真的不知道 台灣叫拼價 我以為是自拍歌耶 這真的蠻難的 超難的 我跟你講 觀眾朋友 60歲的觀眾朋友 都注意自己是不是台灣人 所以你現在在第十六十歲 我在告訴你要吃豬 扎皮 扎皮 它是一個動作 還是一個喝的 喝的 喝的啦 來幹嘛 生啤酒 是嗎 生啤酒 對了 扎皮是生的 就是 就是拿這個杯子喝的 所以啤酒就叫啤酒 對 然後生啤酒就叫扎皮 對 有沒有覺得 有啦 酒吧 酒吧 酒吧有 邀惠你我都擔心 後面比較多啦 前面不知道在幹嘛 前面還有人見得多 對 對不起 三個都有問題 來吧來吧下一題 這什麼鬼啊 什麼條 你在這邊 叮吧 你什麼條 它是幹嘛的 它跟政府有關係 就是我們如果牆壁啊 要填一些什麼 它才會變成監獄的產品 水泥 我不能保養 它這不是大陸的 到底總哪個國家的啦 教育部國語十點王子 還可以貼給你呢 因為我完全沒聽過 我來看板 冰國 冰國 大陸就叫水泥 大陸就叫水泥嗎 你能不能幫我去那個教育部 他就跟住我吧 我不要我怕回不來 害得我都想把我剪腳的身份證拿出來看看 到底什麼答案 來說的最後一題 難夫 它是一個動作 它是一個保養的動作 就跟你說平常 你就是應該要去跟其父多聊聊天 誰會跟老公講這種話 誰沒事聊這個呀 別看他答案了 我沒有看到答案 我在看我寫完了 我寫完了 等一下 他們不知道啥 我寫完了 我寫完了 但我不知道對不對 護膚 護膚是對的 不可能是水嘛 反正就一瓶的那個東西 不是難 它是嫩膚 並不是說護膚水 沒了 結束 然後那個 八九對六題 大瑤對十題 還是贏不了 土三土掌的 有底子 對 你知道他贏了 就是他可以對你做一件事情 親他嗎 不要啦 不好意思 哈哈哈 不要不要冒那個鞋 他自己也要回去 哈哈哈 好 那今天這個挑戰結果是我們的星瑤獲勝了 但我覺得我應該也算蠻厲害的啦 及格 對有及格 兩岸頻道沒有白做 對 沒錯沒錯 因為其實常常在看那些用語 多少會吸入腦袋 會了解一下 那在這個星瑤的頻道 我跟他還有合作一支 大家記得去看 然後訂閱星瑤的頻道 跟訂閱我們的副頻道 主頻道應該大家都訂閱了啦 好 今天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喜歡記得去看我的主頻道 你會更不喜歡 我是八九 他是星瑤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